这个现在因为大部分朋友是 斗鱼直播间只是少数 能看直播的人只是少数 大多数朋友是看不见 我们现在直播间是什么情况 我们现在这直播间非常热闹 首先呢 我相信是因为 号称每周都有的都市怪谈 终于在相隔了一个月之后 又有了 其次呢 这一期我预告了好长时间 对吧 好多人都攒着说想问 说你会不会也讲那些 这个 这个千篇一律的 实物相克 不我不讲 我今天晚上 我呢也不会针对 这个什么 这些个搭配啊 我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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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做的 我不会的 我只是给你讲一下 逻辑顺序 我给你你自己去推导 你就知道 你听说的实物相克有没有问题 我告诉你的是一个推导逻辑 第三呢 是因为现在这屏幕上 有一个我也没数多少种啊 就是基本上 食物相克的一列表 这要照这么看 那也没有啥我们能吃的 对吧 有人说这个 这食物相克 按照中医的传统理念 这香蕉跟西瓜 它也不能在一块吃 有人说这不是果盘标配吗 怎么也不能在一块吃呢 不能 就是不能 而且 黄瓜也不能跟花生在一块吃 知道吗 都不能 因为这这样吃了 我告诉你 这个后果非常的严重 所以 就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今天 我就是想带你搞清楚为什么 我不是想带带你搞清楚 这个香蕉跟黄瓜能不能 不是香蕉跟这个西瓜 能不能跟一块吃 这这要咱讲没了没了 那你找那表吧 好几两百多种 小三百种 吃了就死的就一百多种 所以 这咱也咱也说不完 咱就说 为什么就完了 今天我们这个专题 我们的文案 文案的来源 首先呢 我们这个是五篇 一共是五篇文案 这个中国人为什么相信食物相克 这是由大象工会的作者 这个 他叫什么 摇摆圆 对吧 摇摆 摇摇摇摆官 摇摆官 这是大象工会的作者 摇摆官 第二呢 是来自果壳 摇眼粉碎机 可乐能消除未结实吗 作者是如无叶 食不肥 第三篇呢 是一篇论文 怀孕中及生产的禁忌 这是来自于台北荣总医院 张生平主治医师等 这是他们一个团队的论文 第四个 来自于丁香医生的真相 传说中的食物相克 是真的吗 作者是陈军红 第五个 是来自于知乎的一个打主 长成这样的胃食 您知道是什么吗 作者叫小美匠 有这五篇 算是 都是正经 科普科研工作者 精挑细选的五篇 我们来组合起来 今天的这期节目 好吗 所以 长久我们节目的人 不会有这个问题 食物相克 什么长久我们节目 我们的老观众 老水友 不管你是听录播的 还是听直播的 你几乎也没有什么人问 这问题 说这食物相克 什么 你给说说 你给说说 没有 但是 你不相信 对吧 但你身边肯定有人信 闹不好 你爸 你妈就相信 螃蟹跟柿子 不能一块吃 对吧 螃蟹跟柿子 吃完了 完蛋 挂了 对吗 所以 经常我们说的 这食物相克 食物相克 我们先给他定义 食物相克 很简单 就是说 一种食物 你吃着就没事 第二种食物 你吃着去 就是你跟另一种食物 搭配着吃 一起服用之后 就会产生一种 莫名其妙的 这个 节抗反应 然后就衍生出了毒 然后 或者 就当然这毒的作用 就不一样 有的是说什么 就是说 你体内会生寒 有的说 你这个体内会生热 有的说 你这个就反正治病 你就死了 反正你就吃了 以后 你也别管怎么着 其实 我告诉你 我们先要说 这谣言 早在1935年 就已经有科学工作者 我国科学工作者 我国著名的生化学家 郑吉老先生 他已经做过试验了 1935年 民国时候 他做过试验了 试验的成果 当时还见了豹 他呢 在14对 他听说过的 说在日常生活中啊 比较容易相遇的 这个食物相克的组合 他没敢用人做试验 他先用老鼠 用猴 用狗 先去做试验 然后呢 他发现这猴 老鼠狗 吃完了 什么事没有 都是捕捕动物 也能有什么事 于是 他就打起了胆子 他就带着他的同事 那既然我们也找不来别人 对吧 那我们本着为人命负责 我自己吃吧 所以 郑吉老先生 就跟他的同事 就吃了 其中的七种组合 在吃完了以后 他们就开始观察 说这玩意儿吃了 会不会死啊 先看24个小时吧 于是 不管是观察 哺乳动物 还是观察自己 他到后来 他没有任何中毒迹象 行为啊 表情啊 体温啊 分辨颜色啊 分辨成分啊 然后分辨的这个次数啊 然后分辨 就跟分辨干上了 因为就能体现 就是分辨嘛 所以做了N多的测试 没有任何中毒的 这个迹象 最有说服力的是什么 这老爷子 他自己活了110岁 郑吉先生活了110岁 他是我们这个国家 最长寿的科学家之一 他这一生中啊 后来多次重复这个试验 他吃了大量的螃蟹跟柿子 大葱占蜂蜜 就这么吃 他人活110岁 什么事没有 没中毒 到了2006年 因为后来嘛 有了互联网之后 然后这个说这个食物相克这事 又开始 一帮人又开始吵 对吧 在网上又吵 2006年的时候 中国营养协会 这算是咱们的半官方机构 就找了几个大学 找了一个什么 找了一个哈尔滨医科大学 然后找了一个兰州大学 因为这两个大学 大家知道 这两个大学 医科都比较强 所以 中国营养协会 就找了这两个大学 做了一系列的试验 2006年 兰州大学怎么做呢 兰州大学是找了 五组 网传 甚嚣尘上五组 最容易相克的食物 咱们组合在一块 吃着 吃着 然后找了100名 非常健康的志愿者 给钱的 使用 连续吃了一周 100个人 好好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 引起异常 没有人说 吃了这就不行了 什么的 没有 一点都没有问题 哈尔滨医科大学 这试验 是选了 12组 食物的组合 找了30名志愿者 连吃三天 也什么事没有 也没有任何异常 主要观察粪便 这个就是 使劲研究粪便 粪便没什么事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 我想跟你说什么 为什么要从1935年说起 然后我们说到2006年 这个试验 或者说 这个科普 已经快一个世纪了 对吗 已经快过去一个世纪了 这么长时间的科普 老早就已经有科学家 为这件事情去做了试验 但是今天怎么样 2011年央视做过一个调查 随机调查上街 问人一问题很简单 就是什么呢 你幸福吗 我姓焦 不是你幸福吗 你相信食物相克吗 结果惊讶的发现 九成以上的受访民众 对于食物相克这件事情 深信不疑 2008年 在兰州大学 就是做了试验这大学 他们一边做完试验 你看这是在试验两年之后 他们在大学内 也做了一项调查 如果你说在社会上 你说这个 说这个大家 没受过高等教育 对吧 大家随机找的 你找这个东西 这就不行 那咱们找高等学府 对 就在兰州大学 做了这么一次调查 就是该校学生 你想这个学校 还做过食物相克的试验 那么仍然有73%的人 认为我们得避免食物相克 这件事 因为这个 太恐怖了 甚至有国内某知名大学的 是这个太有名了 对吧 一说食物相克 都得挂这牌子 某大学食堂 著名大学食堂 然后挂了一个告示牌 上面写着 就跟这螃蟹干上了 螃蟹不能配柿子 螃蟹不能配泥鳅 螃蟹不能配茄子 螃蟹不能配香果 螃蟹不能配生花生 都不能配 吃完了 那么食物中毒 死 最 我觉得 这个牌子最有创意的 是我给你拿那个红圈 圈出来了 破解的方法 你怎么给你 圈出来了 竟然黄 你不小心 如果吃了螃蟹配泥鳅 和螃蟹配生花生 那很简单 你就外边水坑里 弄点黄泥水 喝了就好了 喝了以后就解读了 这竟然是我国 某著名大学食堂内挂的一牌子 那你想一想 可见就是在受高等教育的人群里头 这件事情也不容乐观 对吗 那么中国人 一辈辈 一代代 不管他受什么样的教育 他都对这件事情深信不疑 为什么 我也想不出来为什么 我能想的 因为我们这直播 只能说前句 不能说后句 对吧 只能说前半句 不能 我能想的 可能就是活得太不容易了 尤其是在长时间的 这个历史时期 生命过于脆弱 所以呢 可能导致我们中国人 永远要对所有的东西 存有敬畏之心 才能保命 只能这么理解了 但是具体 这个那你自己想去吧 实际上 那我们该讲一点干货了 按照我们现在的统计 241部 古代传到今天的 医学文献里头 我们去找一遍 我们能找出多少对 食物相克呢 刚才看那张图 好多人说 我这么多食物相克 那只是九牛一毛啊 如果我们从自古就捋 因为传来的这个医学著作文献 也没多少 对吧 古代传来到现在也没多少 就这241本 241本 一块一共写了多少呢 388对 就是说这个加那个 388对 不能搁一块吃的东西 而且就在这388对里头 有多少东西 是你吃了就明确写了 吃了就死 有多少 我告诉你 193种 而且 这193种里头 有相当大的数量 都是死状 非常的惨烈 我随便跟你说一句 风从虎 云从龙 雀肉配酒 生银虫 你说这怀孕啊 怀孕以后 雀肉配酒 鸟肉啊 配酒 生银虫 你这个孩子生下来啊 完了 别人高兴了 对吧 这个 这么多可怕的记载 这背后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呀 实际上 在整个医学理论里头 没有实物相克的理论基础 但是呢 有一种非常相似的概念 叫什么呀 叫食物相反 食物相克 其实现在有营养学了 你说它相克了 但过去就说 食物是相反的 所以这193种 吃了就死 说是这食物的性相反 属性是相反的 性相反 食物相反 这个说法 最早我们能考证的 出现的时间是元朝 概念的雏形 更早 汉代医书就有了 汉代医书里就已经频繁的提到过一些食物 不能跟另一些食物 吃 在一块吃 当然我们知道 古今膳食结构是有差异的 对吧 我们现在吃了大部分东西 古代人吃不着 古代人吃了所有东西 我们现在还都在吃 对 所以古今的膳食结构的差异非常非常的大 那你说都是这片土地 对吧 都是这批些人 都是这片土地 那怎么吃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呢 很简单 因为外来物种越来越多 对吗 我们能耕种的面积越来越大 外来物种 我们的改良越来越多 所以当代食物不用聊了 非常的丰富 比古代那丰富多了 对吧 所以现在人在说起这食物相反 也会融合一些现代营养学观念 但是说食物相克这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食物相克 基本上它的根基是离不开中医 配午 食疗 都是这些东西 就是它根基还是这些东西 古籍里头提到的大量相克的食材 我给你举一最常见的 花生跟黄瓜 蜂蜜和大葱 绝大部分 今天仍然是禁忌 还有很多人也都说 就传承到今天还是这样 比如说最著名的螃蟹和柿子 这螃蟹就跟这螃蟹干什么 螃蟹跟柿子 应该是食物相克领域的明星 最高知名度 所有人都知道 一提起食物相克 先说这个螃蟹跟柿子 这个螃蟹跟柿子 要了命了 要了我二舅的命了 不光是现在说 螃蟹和柿子 也是古代 古籍食物相反记录里头的 number one 第一名 螃蟹跟柿子 在241本一书里头 一共被提了112次 最早的说法 能追溯到唐颂 渊源流长 就那会的人就已经知道 螃蟹不能跟柿子一块吃 对花生跟黄鹿的毒 这好多人 怎么记述 说那我就螃蟹跟柿子 我就一块吃了 怎么着吧 如果不幸 谢氏同食 这有一名词 这叫谢氏豆 谢氏豆 就是螃蟹跟柿子豆 因为相反 谢氏同食 那末 后果非常的吓人 我跟你说说 会出现什么 有猝死 吐血 腹泻 出血 呕吐 眩晕 等等 22种严重的不良反应 种种要你命 来自东汉的 我国医学的瑰宝 金桂要略 有人说 金桂要略 这个古音应该是柜 因为它是个通甲字 它通的是柜子的柜 所以它叫金桂要略 金桂要略 金桂要略里头 就写了很多的实物相克 而且还写了不良反应 写的非常明确 而且金桂要略里头 记得这不良反应 可不像一般的医书 说这个尚不明确 这个没有这些 非常的明确 这个中医提倡什么 药食要同源 对不对 食物搭配药物 这道理是相同的 配物的 这个道理是相通的 有所谓的什么 叫七情 药有七情 如果其中之一 是相反的 那就是不同的药 跟不同的食物 产生了情 情之间的 这个分歧 就说咱俩不配 咱俩这个不配 那就会什么 就增强毒副作用 解释 合谋杀人背后的原理 怎么解释 中医只能用阴阳五行 相生相克的理论来解释 如果你看 金桂要略里头 怎么说 能把你鼻子气歪了 为什么 螃蟹 跟柿子 不能在一块吃 因为天有四食 人有五脏 心肝脾肺肺肾 食有五味 寒凉 对不对 食有五味和寒凉 螃蟹跟柿子 这两个都属火 火火相克 两者呢 又都性寒 它的那个性又是寒的 异于成理 这就奇怪了 就是说 螃蟹跟柿子 在五行上看都属火 但是从性上看 从它们本质上看 它们俩又都是寒性的 那到底是火呀 到底是寒呢 反正不管怎么说 这俩特别奇怪 异于常理 所以刻起来 更加肆无忌惮 动辄就是要你命 杀人 所以 金贵药略里头 它对部分食物的 相生相克 它的成因分析 注解 现在在网上能找到 你现在图上看这个图 你看不太清楚 但是这一篇其实就是 很多页 现在也有 因为金贵药略 也在维基文献上 你也可以看到它的原本 你好好地看一看就知道了 所以 类似的这种解释 太多了 因为基本上都是这么解释 说两个东西 为什么不能一块吃 你看 雀肉跟李子 李子不能一块吃 为什么 因为雀肉 五行是属羊的 李子 李子 它是属阴的 阴阳是相反的 所以不能跟一块吃 羊肝和椒 当然这个椒说的不是辣椒 这椒应该说的是椒 应该说的是花椒类的 羊肝跟椒不能一块吃 为什么 因为椒味属金 羊肝属木 所以金刻木 那就不能一块吃 羊肉和羊肝 最好搭配什么都不能吃 为什么 因为羊肉和羊肝 这个食物搭配任何东西 都容易伤心 为什么 因为羊和心 都是五行属火的 跟你的五行 跟你的心 心肝脾肺 这五行都是属火的 所以 这就能回答 为什么每次你出去撸完串 你吃完羊肉串 你都觉得伤心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什么 就是因为你除了羊肉串 你还点了别的东西 下次你只点羊肉串 这样的话就能便宜一些 你就没有那么伤心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什么 羊肉跟羊肝不能配任何的东西 不能配任何的东西 吃 因为会伤到你的心 除了这些就比较死板的 说阴阳五行的体系 古籍里头还有一种特别常见的理论 来阐述一下 说食物为什么相爱相杀 主要就援引什么呢 就是说 类比 物类 就是说他们赋予这个东西感情 画风不是特别严谨 但是想象力非常的高 比如说这个 憋肉 就是王八肉 王八肉不能跟什么吃呢 不能跟这个县菜 县菜 县菜 我不爱吃 县菜 这可能各地叫法不一样 可能有地叫老来红 有地叫老来少 有地叫什么厌来红 反正这个 反正这个北京叫县菜 说这个王八跟这个县菜 可不能在一块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金贵药略略说了 金贵药略说了 说什么呀 说这个 你拿起子大的这个王八肉 你跟县菜搅拌 搅拌完了以后呢 你扔到食堂里头去 很快 就变成小王八了 就游走它 这个 这个我 就反正 不不 随便吧 随便吧 就是王八肉 你弄一块 随便弄一块 你跟这县菜拌一块 搁点酱油 搁池塘里 他游走了 变小王八了 原来这小王八是这么 这么出生的 这个金贵药略里 就这么记得 所以这个 古代的这医生 就认为啊 那既然 这个前人 都已经是 这么说了 那就是憋肉 跟这县菜同时 那一定会在体内生出一种叫做微甲的东西 微甲是什么呢 微甲其实就是肿瘤 长得像小王八一样的肿瘤 就是说人家长了这肿瘤 哎 那么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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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什么造成的 你肯定是王八扮仙菜了 或者仙菜扮王八了 你肯定是吃了 所以这个 你生出这种瘤来了 再比如说啊 红豆 红豆跟鱼炸 鱼炸是什么 鱼炸其实就是咸鱼 刚才被有人问我说 这个吃没吃咸鱼 我说我不爱吃 咸鱼 咸鱼干 这个红豆跟这咸鱼 可不能一块吃 为什么呢 因为会得一种病 肖可症 有后人说啊 说肖可症其实就是糖尿病 但是这在学术上有争论 有人说这糖尿病 我那会儿拿着糖尿病了 我天 那是糖 那会儿没有糖尿病 有人这不同意 但是肖可症 但我理解 肖可症肯定不是糖尿病 为什么 因为唐朝有一个外台密钥 外台密钥里头说了 说咸鱼酸咸异常 木石欲盐尚且甘枯 就是说 你把那盐搁到木头上 搁到石头上都干了 对吧 那盐吸水啊 所以人吃久了 不可才怪 所以我觉得这肖可症 肯定不是糖尿病 肖可症可能就是说 吃完了以后 就会渴的一种病 但是因为也没有人知道说 肖可症 到底就是这东西 有多严重的后果啊 反正这医书这么写了 咱就这么听吧 所以红豆不能配咸鱼 知道了吧 这个你们渴 再比如说 有一些就是以形 联想 比如说有人认为 鳝鱼这东西 它是鱼 但是它很像蛇 对不对啊 这东西长得多奇怪啊 它明明是条鱼 可是它长得很像蛇 有背常理啊 对不对啊 所以偶尔吃坏了 那就拿鳝鱼背锅吧 你吃了鳝鱼 你拉肚子 那鳝鱼背锅吧 就是因为你长得太奇怪了 对吧 所以鲜鱼 你去翻吧 没有能跟鲜鱼配一块吃的 什么也不能吃 因为这鲜鱼这东西 你最好就别吃 知道吧 因为它长得比较奇怪 另外还有一些 就是什么很多 根本就咱这见不着的食材 比如什么老鹰肉啊 蛤蟆肉现在有啊 但是也很少 就也有类似的原因 因为就是长得太奇怪 所以就是也是食物相克 它跟谁都不配 所以这种你看啊 食物相克的来源都是什么呀 都是抽象啊 取向类比 对吧 然后给物品赋予情感啊 然后这 然后这 对 然后但是你说这些东西 要是碰着古代一个巨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生育问题 那就 就还得翻翻 孕妇作为一个特殊群体 她不能吃的东西 比正常人还要多 为什么 因为认身一直都是中医 非常关注的领域 因为大家知道 过去那个医疗条件 那想健康的生一个孩子太难了 动不动就是这个 保妈妈还是保儿子 保孩子 保小孩还是保大人 动不动就是这种问题 所以孕妇历来 他的这个禁忌啊 就特别的多 古代的医学啊 就认为啊 我国医学啊 说这个 妇人怀孕期间 你接触所有的东西 你别说你吃了 你接触所有的东西 你都必须要小心 一旦稍稍稍稍不慎 就会有非常非常可怕的后果 轻则 导致胎儿形体啊 胆质发生变化 重则夭折啊 重则连着大人就一块的追毁莫及啊 对吧 所以比如说 绝对不能让孕妇见着猴子 为什么呢 否则胎儿以后 难免性情顽劣 也不能让这个孕妇啊 吃兔肉 为什么 因为胎儿生下来以后 会变成兔唇 也不能让孕妇吃生姜 要不然的话 这生姜 让胎儿生姜 见过吧 长什么样 这是一个岔那一个岔 这是一个包 那一个包 容易让胎儿长成畸形 富人不能玩泥巴 不能在东北玩泥巴 富人为什么要玩泥巴 我也没想明白 富人反正不能玩泥巴 要不然会什么 小孩生儿子没屁 七窍封闭 都呼上了 还有什么 孕妇不能动针线剪刀 为什么 会犯了神 生出来小孩 缺手缺脚 被剪掉了 对吗 孕妇不能拿绳绑东西 别人绑他可以 但是他不能拿绳绑东西 为什么 因为要不然将来小孩是锣锅 绑出来就将来小孩锣锅 孕妇不能见老虎 话也不能看 为什么 因为会受惊 孕妇不能参加婚礼 不能参加葬礼 为什么 因为有俩讲究 一个叫喜冲凶 一个叫胸冲喜 到时候母子一块死 胸冲喜 喜冲凶 胸冲喜 母子到时候一块死 就这个 孕妇也不能哭 也不能生气 这些都不能有 为什么 要不然将来生出孩子 老苦命 老哭你老哭 老苦 老哭老哭老苦 嫌疑 当然 我们也不能一杆子打死 因为这有一些东西 中医理论里头 确实有一些 是符合今天的科学道理的 你比如说 这个孙思淼 医生 贝极千金药方 养胎第三篇 他就说了 受胎三月 逐步变化 胆质未定 为什么 这话说的就很有道理 对吗 因为怀孕前三个月 胎儿还没有着床呢 对不对 所以情况 属实不稳定 那么 所谓怀孕三个月 别到处宣扬 别到处跑去 别作 万一流产了 大家跟着伤心 这似乎也有点道理 对吧 你也不能说 他没有道理 另外呢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有一些中医的 让这个孕妇要注意的 你孕妇不能提重物 你不能说孕妇还搬东西去 不行 不能干重活 这也是正确的 为什么 因为你要避免 他的腹部肌肉用力 你腹部肌肉 如果过于用力的话 那在怀孕 孕早期会造成流产 孕晚期会造成早产 对吧 因为你挤出来了 对吧 还有中医 有一点 一直在关照大家 怀孕不可行防 行防懂吧 因为咱们建于这个直播间 很多处男处女的 行防 行防呢 就是这个 你还是下个一位看看吧 那就要行防 怀孕不能行防 怀孕不能行防 这在前三个月和前后三个月 现在的医学也要避免 对吧 因为前三个月会造成剧烈的公缩 导致流产 弄太舒服了 什么的 一公缩 就容易流产 后三个月 就有可能会造成什么呀 孩子一出生 马上用手戳你的脑袋 这么戳你疼不疼 这么戳你疼不疼 这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 这个都是有道理的 这都没有问题 因为这是经验的总结 所以中医就是这么个玩意 你说道理吧 他讲不出来 全是谬论 但是你说他有没有用呢 他肯定有用 为什么 因为这都是观察 这都是夭折了多少孩子 总结出来的 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对不对 但是关于说孕妇专属的 这食物相克 那没什么道理 这东西可没道理 这原理 跟我们刚才说了 你比如说 比如说 我刚才说了 雀肉 喝酒 对不对 雀肉喝酒 这事不好办 风从虎 云从龙 雀肉配酒 生银虫 你想想点 雀肉这个东西 如果配了酒 给这孕妇一喝 完蛋了 因为麻雀这个东西 生性最银 酒呢 又酒后乱性 酒后乱性 对吧 酒会助育 所以孩子长大了以后 淫乱无耻 嫖赌败嫁 女的就淫乱无耻 男的就嫖赌败嫁 就是雀肉 雀肉 舅酒 生银虫 糯米跟杂肉 不能吃 为什么呀 因为吃了以后 这有点道理 但是这 这也确实有道理 因为古人 你想想 他也没有肉类的保鲜手段 对吧 他有什么 他又没冰箱 所以肉是很容易变质的 对吗 所以肉类变质 就可能会什么 罹患寄生虫 糯米这个东西 就是一行不行了 糯米很像虫子 粒比较长 所以两者一块吃 会让糯米变成白虫 就是好的一块肉 你跟糯米一块 就粉蒸肉 这东西肯定没戏了 就是哥古代 你给孕妇吃粉蒸肉 打死你 你家人掐死你 就是这个 糯米跟这虫子 因为本来是好好一块肉 你一块撒上这糯米 糯米一蒸又软了 又像虫子 就得 那就会让什么 让胎儿化成寸白虫 就是什么 就是掏虫 猪肉掏虫 豆匙酱 豆匙酱 不能跟麻雀一块吃 就这麻雀就倒了没了 为什么 因为雀卵 麻雀蛋 麻雀蛋 就是你没见过麻雀蛋 但你肯定见过鸩蠢蛋 对吧 鸩蠢蛋上有什么 鸩蠢蛋跟鸡蛋最大的不同 就是什么 鸩蠢蛋个头比较小 不是 我说外观上 鸩蠢蛋 上面有斑点 对不对 麻雀蛋也有斑点 麻雀上面有斑点 豆匠里头有颗粒 所以斑点的属性 会传给胎儿 让胎儿出来以后 雀斑满脸 酱油 酱油不能沾 为什么 生出孩子黑 你知道为什么 老黑老黑 就是爱吃酱油 你看你到中餐馆 那你广州 你到中央找老黑 老黑猛吃酱油 都是黑 所以这就是中港 孕妇这些都不能吃 所以你想想 通过上述 骇人听闻的这些例子 你也可以想到 其实这有什么科学道理 这毛科学道理也没有 这就是想象力比较丰富 文矣 对吗 其实啥也没有 自然界的这个特性 自然界的特性 它在同类或者相似的事物之间 可以转移 可以转化 对吧 同生相应 同气相求 人呢 也可以通过摄取 这个某种食物 来获取它的特性 这种特性 有可能来自于形状 也有可能来自于属性 对吧 所以就会有什么风从虎啊 云从龙啊 古代男人啊 说这个你家男人怎么样 我们家男人不行啊 我们家男人身子败啊 身子败了吃笋呢 给你家男人吃笋啊 真的吗 姐姐吃笋就可以吗 吃笋就可以 为什么吃笋可以 食笋挺然 亦翘然 笋 大家长了 长地里的笋 你见过吧 为什么 因为这晚上撞羊 能从土里钻出来 你想想 还长那么长 还做长那么 长一大竹子 哎呀 损失好东西 啊 所以你看 这就跟这个 风水禁忌啊 这就讲究用什么 这个狮虎啊 刀剑啊 什么什么这些 这一样鸡血啊 狗血啊 对吧 这一套思维模式 你也不知道哪来的 这算不了中医 这顶多也就算是个巫术 不过呢 鉴于中外文化啊 这个交流啊 水乳交融啊 远远流长 所以中国人这个食物相克 哎 我告诉你还发展呢 这个理论还不断的发展呢 因为中国那会儿 没不产什么东西 对吧 没有什么吃的 随着外来物种越来越多 啊 社会越来越发展 中国人的这个食物相克的 这个名单里头 又开始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啊 开始就这个往里加了 比如说有一句话 你听没听过 叫吃蒜一斤 少活百天 到家经常说 练内担的人 特别爱跟你说这话 不能吃蒜 蒜是荤 对吧 古籍里头记载 这个相克的这食材 肉类和水产品 海鲜啊 啊 核鲜海鲜 这是出现频次最高的食品种类 为什么呀 因为不常吃啊 古人不常吃到肉 这两个需要好的保鲜技术 要不然就容易坏 对吧 你吃完就容易病 所以古人一个他没那么多肉吃 对吧 丝仔羹牛还杀头呢 保鲜技术也差 啊 也有限 除非是驻海边先捞先吃 否则一般内地人你也吃不着 所以还有就是什么呀 不常吃顿好的 古代的生产力就那样 所以也不常吃顿好的 已经说吃个席吧 就难免什么 暴饮暴食 所以这很容易就在吃完席啊 说这个老李家 老三李富贵 这个最近结婚啊 说在家摆流水席 走啊 吃呀 那天 然后大家吃 吃完全病了 为什么 因为暴饮暴食 加上李富贵家里做东西不太干净 然后就这个 然后就出来啊 说找个郎众看看吧 郎众说完了 你们想想 你们想想 刚才这李富贵家 是不是拿花生拌花生米来着 不是来拿花生拌这个黄瓜来着 是不是 哎 你想对 真是 完了 完了 找他们的道了 啊 这就是李富贵 没眼好心啊 打算用这种方法消灭掉全村的男丁 这样的话 全村的女眷就都给他了 你看李富贵 坏呀 啊 这坏 所以这就很简单 那比较一下蔬菜这个东西 就简单多了 没有肉 蔬菜 它烂 它能看出来 对吧 你蔬菜一烂 你能看出来 变黄了 颜色变了 然后被叶子蔫了 蔬菜保质时期也比较长 所以蔬菜就被认为 长期被认为 性未平和 这就属于劳动人民 日常食用的食物 广大人民群众最受欢迎的食物 所以你看啊 蔬菜香克就很少 不是说没有 也有 但是蔬菜里头大多数说蔬菜香克 是一群异类 就是什么呀 就是所谓的五辛 蒜 酒 葱 香菜 等等 一共有13种 这就是什么 气味比较刺激的蔬菜 这叫五辛 这些蔬菜 你看啊 食物香克 要么就是肉 要么就是五辛 很少有 黄瓜这样的 都太少见了 简直是食物香克界的大熊猫 有47对 在普遍被记录的食物香克的组合里头 五辛类的食物里头有9对 超过1%了 被古籍高频记载的 五辛相关的食物香克的配对 可以说 它就是古代人能想象到的最吃不得的蔬菜 乐 这不是因为说中国人不喜欢蒜 不喜欢葱 不是说中国人看不起他们 不是 这类禁忌并不来源于中国 这类禁忌是起源于印度的 大家知道啊 古印度 举国人民都不杀生 不饮酒 不食葱蒜 气味比较重 玄奘在那个大唐西域记里头 他就说过 他说印度的这个葱蒜特别的少 吃的人也特别特别的少 只有什么呀 只有贱民下等重性的人才吃那个葱蒜 为什么吃完这碗臭啊 他这个嘴里味大呀 这嘴里味大 他就跟这个高等人啊 他在一块他就不好聊天 所以高等人不吃 所以上等人 这个婆罗门 什么沙地利 他们就认为说 就你们这些下等重性呢 吃什么嘴里都有味儿 容易产生什么污秽的思想 你们嘴里都不干净 你就想想你脑子里能干净吗 所以吃葱蒜的都是贱民 都是贱民 那么我们知道 我们得给大家讲过印度教 佛教是继承自印度教的 对不对啊 佛教就把这个传统给继承了 比如棱严经里头就写了 说这五心呢 熟食发银 你把它做熟了吃 就心生银面 生蛋增物 就是生吃 不行 你这个人会变得越来越邪恶 生蛋增物 食方天仙 贤其臭惠 就是说天上所有的神仙 都闲着晚上臭 经常食用这个五心呢 会导致人情质波动 功德丧失 永坠无间地狱 事故求菩提者 当断世间五种新菜也 就不要吃 不要吃 那么随着佛教传入到了中土 五心的这个禁忌 也被从恒河带到了黄河 也被我们本土的道教给吸收进去了 唐代有一传奇 小说 枕中纪 枕中纪里头就列了 说你要想修仙 修仙 现在大家不讲究个修仙吗 修仙 修仙有十大禁忌 一物浩银 二物 未因贼凶恶 三物醉酒 四物碎满不净 到第八 八物 食昏腻 五心 都给你写了 五心不要吃 道教的典籍 上贤高真 这个严寿赤书 里头也说了 说这吃蒜 说的更吓人 食蒜 即食一斤 损蒜一百日 就是三四斤吃下去 一年的寿命就没了 吃一斤 你完蛋了 就直接折寿百日 吃了三四斤 你再多吃 你就死了 所以 这影响什么 影响你人的修仙 这个 说到修仙 修仙宝典 太上洞 玄灵宝法 深知论 这是道家修仙典籍 这书里头 说的更详细 说什么呀 说这个乱吃葱蒜 会让你好不容易 练出来的法术失效 上意道场无分 终请神明无分 下话男女无分 什么都不灵了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影响你之前修仙的功绩 古代因为长期 医道是不分家的 对吧 大量的中医典籍 都是写字道士之首 方士吗 对不对 我们昨天刚讲完 隐士方士 对吧 这都是士 演化出来 所以大量的中医 都是方士 所以唐颂之后 虽然医道分开了 但是中医 在食疗 在养生 在基础理论上 仍然跟道教的养生术 保持着高度一致 对吧 所以很自然 中医也就把这五心的 这个忌讳 也给继承下来了 所以就逐步就衍生出了 五心和各种各样食物的 这个相克 你看见没有 明明是一个外来的东西 这中国根本就没有这么个忌讳 但是明明是外来的 从印度来的 但是它现在也成为我们中华文明的 瑰宝的一部分了 所以相克的这些食材里头 你比起肉啊 菜啊 果啊 果啊 这些 这个比起肉来 那剩下的那真太少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说这水果 水果你看啊 除了刚才那香蕉跟西瓜 你也很少找出水果跟什么相克 为什么水果干果 这都是道教一直推崇的啊 对吧 因为道教讲究什么 这玩意儿都是什么 果 哎 果都生长在野外的 风餐露宿 天地灵气 对吧 所以日淡百果 哎 有利于成仙 哎 你尤其是这个修这个 修这个炼内丹的 都得吃水果 对吧 但是道教唯一有一种东西 不能吃 李子 为什么呀 李子跟这个太上老君 也就是老子啊 老子虽然这个我们不知道 老子学术上 不知道老子到底是谁 但是这道教里头就认了 说老子是李尔 李尔姓李啊 所以这个 你不能吃李子啊 为了对祖师爷的敬畏 所以李子就不要吃了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中华文化啊 兼收并去 海纳百川 对吧 什么叫做大 36D就叫做大 也不是 那个海纳百川就叫做大 所以包容性特别的强 那么 发展到了今天 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引入 不少东方的古老智慧 又焕发了第二春 食物相克 又跟他们融合到一块 哎 这个我们就要说到一个历史问题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 大家知道 乡村医疗卫生 啊 是国家一直头疼的一个难题 为什么 没有那么多的人啊 没有那么多的专业医务工作者 也没有条件 为城市以外的人口提供这个广泛的医疗服务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啊 哎 这就是著名的 这个 毛主席啊 解决啊 所以毛主席 1965年 这个626指示 其实1965 6年之前就有啊 就是什么呀 赤脚医生下乡 哎 大家就赤脚医生 咱们下乡去吧 赤脚医生啊 是咱们中国 中国这个卫生史上啊 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产物啊 不光 不光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就过去的中华民国 也有这么个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什么呢 赤脚医生是非正式编制的医生 他不纳入编制 但是 他们能治病 他们呢 就掌握一些基础的卫生知识 可以治疗一些常见病啊 比如说给产妇接个生啊 这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吗 对吧 主要赤脚医生是干嘛 降低婴儿的这个死亡率 降低传染病的传染概率 这就是当时的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 有一些人 他们家是医学世家 当年就干中医的医学世家 还有一种 新中国成立以后 多数是什么呢 就是高中初中毕业的 那时候高中初中毕业也不了不得了 略懂医术 略懂病理的人 甚至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什么呀 就是知青 上山下乡的知青 挑选出来之后 到现一级的这个卫校 然后接受一下短期的培训 这培训就长点的 也就是三个月 短点的就一个月 几个星期 结业了之后 给你一个包 给你一个证 给你一本书 赤脚医生手册 给你一个赤脚医生证 然后没有薪水 很多人因为就没有薪水 穷 他要一边光着脚 一边跟着田 种着地 一边给别人看病 所以就叫做赤脚医生 这就是我国的一个非常独特的 卫生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产物 当然这个产物是65年 正式 65年就是毛主席的626指示 下达卫生部 所以卫生部 马上就安排大量的工作人员 下乡 务农 然后去 搞行医 到了1975年底 全国赤脚医生数量达到了150万 到了1985年 我国才 因为赤脚医生 人家都是一线的医疗工作者 对吧 人家也是站到奋战在传染病的第一线 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 这个名字也不太好听 所以 1985年 卫生部当时就做了一决定 说赤脚医生 咱就别再叫了 所以呢 咱们这样 给赤脚医生一个资质 只要你通过考核合格的 那么给你一个新名字 叫做乡村医生 所以1985年的1月25号 人民日报发了一个文章 这文章名字就叫 不要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 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 所以赤脚医生 到了1985年 其实才画上句号 但是真正的赤脚医生 这个东西 就是说现在是没有赤脚医生 现在叫乡村医生 但乡村医生实际上 现在还在 2004年1月1号开始 我们还在发布 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 今天还有啊 今天中国还有102万乡村医生 这102万乡村医生 有70%的人 是初中或高中毕业 里面还仍然有10%的人员 只有小学文化水平 只有小学毕业 所以赤脚医生啊 毫无疑问 它是一个临时性的解决方案 但是这个解决方案 还是切实的提高了我国乡村卫生条件 医疗环境 对不对啊 他们中的很多人到今天仍然奋战在医疗战线的第一线 他们的临床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这些人的贡献咱们还是要肯定的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那你想一想啊 人缘良幼不齐 你都从哪找来的人啊 所以这也导致了一些糟粕的传播 特别是626指示之后 哎 百万赤脚医生 扎农村 所以呢 就把这个现代医学啊 跟这个传统中医的融于一炉 哎 就完成了这么一个创举 于是呢 这就产生了一种传心的食物相克的版本 给后来啊 食物相克学家极大的启发 只不过当时是受困于这个物质的困窘 当时大家也知道这个条件也不允许啊 我们这个只能低调 所以也没有多少这个食物种类让他们推演 所以呢 赤脚医生的这个理论发展啊 就是陷入到停滞 没有像今天一样是突然有互联网之后爆炸了啊 如果我们翻开这本赤脚医生手册 这里头包罗万象啊 这里头有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 有实用的注射方法啊 有消毒的步骤 甚至还有原子弹和生化武器的防护窍门都有啊 这个赤脚医生手册里包罗万象 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物质的极大丰富 当然我们的菜篮子也满了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了 我们想吃肉吃肉 我们又冰箱了 对吗 然后 联系客服报备相关资料 what 这个听录音的朋友啊 现在这个直播间突然被关了 然后 这 说我要提前报备直播行为啊 让我迅速进行整改 所以说啊 就是在中国做科普 这个难哪 难哪 难哪 咱都不知道 说 就哪根馅没搭 没搭对 然后他就得把你给关了 这个 我还得看看 这得关多长时间呢 整改过后 直播间 我关一下这直播间 我重开吧 哎呀 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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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한국 的 所以真是服了 所以啊 这就是我送给新浪的那句话 就是你们活该上面全是脑残 就是我送给新浪微博的那句话 这句话我觉得同样我也可以送给 你们活该受朋友圈的片 你们活该受这些片 我只能这么说了 那我没什么其他的 就是你们活该 这个父母天天给你们发养生知识 我这句话我觉得同样 我们也送给这个某些人吧 所以我们接着说啊 这个 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水平上的提高啊 那相爱相杀的这个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了 因为物质已经丰富了 对吧 那么接下来各种中医理论开始融合什么呢 开始融合现代营养学了 就是他开始 因为这时候你我光跟你说这中医 你肯定也不信了 对不对啊 所以现在就得有营养学的参与 你才能够相信啊 你才能够相信 比如说鸡肉和兔肉不能一块吃 为什么 因为腹泻 腹泻 这古籍隐善正药里头就记载了 说这个鸡肉兔肉不能一块吃啊 吃了就腹泻 当代的这些食物相克学家 他们在做注解的时候 他们先会什么呀 他们先会啊 就是现在这个互联网呢 这这一波啊 这个新的啊 这个营养所谓营养学家了啊 他们说什么 他们先会用中医的这个含量理论 先给定一个调子 为什么 因为肌肉性胃肝温 对吧 有点甜 有点温 温性 温热之性 兔肉呢 兔肉是医学保健内容 联系科普 我们这不是医学保健内容 我们这是科普内容 这个算了算了啊 这个我们今天那什么吧 我们今天这个只录像啊 我们只录像了 我们就不不不不 不在这个斗鱼直播了啊 我们就不在这斗鱼直播 这个只录像了 这个那么斗鱼 我们就先到这吧 啊 这科普如果是播不了的话 那就算了啊 你要非把这管家 管家玩家叫这个医疗 你爱扣分 你就扣分吧 你放心 你扣多少分 我都能给申诉回来 放一万个心啊 我有 我有录像啊 这个 那么今天我们在斗鱼的这个直播 我们就先到这 然后我们先 就指录像 因为我们不能观 我们不能这个影响 人家听那个 这个录音的这些朋友啊 就是缺心眼啊 没有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缺心眼 这个加油吧 啊 超管 你就好好的那什么吧 你就好好的吃你自己的啊 保健品去吧 行了 行了 我们不理这个斗鱼了啊 我们今天先这个斗鱼先关了 这个 所以 你看啊 鸡肉 性味 甘温 温热之性 兔肉 甘寒 哎 良性 所以呢 冷热 杂禁 腹泻无遗 所以呢 接着 这这话 你怎么理解 这话 你用营养学 哎 你你得 你得给套上一个新的科学的外衣啊 要不然的话 这没有营养学 没人信呢 所以 这个 现在就有什么 营养学加持 说什么呀 兔肉 和鸡肉 啊 兔肉和这个鸡肉 这里头含有各种的激素 啊 各种的霉类 进入人体之后 反应非常的复杂 所以呢 这会刺激你的胃肠道 哎 导致你腹泻 你看这么一说 中西合璧 上了一个双保险 对吧 大家都觉得说 我靠啊 就有道理 你说有道理 你别说原来肌肉啊 这个温性 怎么解释啊 原来这是跟没有关系 那至于这个 蟹氏豆啊 就是螃蟹跟这柿子 非得跟这螃蟹叫这劲 这蟹氏豆也有新解了 什么呀 螃蟹富含蛋白质 跟柿子的这个柔酸 一结合一沉淀 很快就凝固成为什么 难消化的这个物质 所以呢 柔酸就具有收敛的作用 它能够抑制 消化液分泌 这就导致消化物 会滞留在你的肠道内 发酵 这样你就会听到 哎 你就会这个感到 吃了这玩意呢 呕吐 腹胀 腹泻 啊 食物中毒 你看啊 这句话 听着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螃蟹富含蛋白质 所以跟柔酸结合沉淀 哎 听着不错 对 是有这么个道理 哎 可惜 食物相克学家们 百密一书 哎 刚才有一个朋友提了一句 我先暂停一下 刚才有一个朋友提了一句 说可以在YouTube 啊 那好 我们现在在YouTube播吧 听录播的朋友稍等一下 我先停一iska 后面 一起香港 你 一定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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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 谢氏豆 就是说 过去这谢氏豆 他们为什么会说谢氏豆 那你用现代营养学 当然我们这营养学打着引号 这不是那真正的营养学 这跟营养学一点关系没有 他们说了 那螃蟹里因为里头蛋白质比较多 所以跟这柔酸一结合 一沉淀 就会什么呀 就会抑制你的消化液分泌 会在你肠道内发酵 然后最后让你呕吐 腹泻 对吧 出现这些问题 是不是 那问题现在来了 就是那蛋白质 含蛋白质的东西多了去了 对吗 天下富含蛋白质的东西这么的多 它又不是说只有螃蟹这一个 那你说 那理论上来说 按照这个理论 那柿子其实不能跟任何的有蛋白质的东西吃 只要你吃你就食物中毒 但实验证明什么 就算你大量的去吃 比如说正极老先生 他就吃了 螃蟹加柿子我就吃了 那离中毒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呢 其实这道理非常非常简单 你单独吃螃蟹 我会告诉你 本来就容易肚子疼 本来就容易拉肚子 为什么 因为螃蟹的壳非常的难洗 那上面的沟壑 特别的多 藏污纳垢 你要是没有打煮到温度 没有彻底煮熟 那就很容易感染病菌 另外单吃柿子 也容易导致肚子疼 你会发现 柿子里头确实含有柔酸 在胃酸里头 跟蛋白质会产生一个柔酸蛋白 柔酸蛋白再加上什么果胶 纤维卷在一起 就变成什么 结石 这就是味噬食 也就是植物结石 这就是植物结石 就是这样 所以螃蟹我们都知道 你不跟柿子一块吃 反正至少北方人 我不是北方人 就是说吃螃蟹 我从小我就知道 吃螃蟹 螃蟹 含性 吃螃蟹的时候不能喝冷饮 对不对 吃螃蟹得来点姜 姜是温性的 对不对 所以咱们吃点姜 然后中和一下 我从小就知道 所以螃蟹救不救柿子 其实我们可以说什么 既然有这传统 那就说明螃蟹 本来就很容易拉肚子 它不是说它跟柿子一块 它才容易拉肚子 但是形成结石这个事情 跟螃蟹又没有关系 柔酸形成柔酸蛋白 柔酸蛋白 再把果胶纤维素 这个粘在一起 这个东西 这个结石 不是说你吃了螃蟹加柿子 才会得 而是什么 你吃柿子 你大量吃柿子 你空腹吃柿子 都有可能导致胃适湿 都有可能导致你的肚子疼 其实只要你不过量去吃柿子 你不吃生柿子 你把螃蟹彻底煮透 煮熟煮透 你自己对海鲜又不过敏 柿子和螃蟹搁一块吃 完全没问题 你就可就吃吧 想吃多少吃多少 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我们今天不知道 说古人肚子疼 是因为哪个原因 是因为螃蟹没洗干净 是因为柿子吃太多了 是因为柿子太色了 对吧 我们不知道 古人为什么肚子疼 但是螃蟹跟柿子 同时相克 就这么流传了好多年 对吧 但其实可能是凑巧了 就是你俩一块吃你肚子疼 但其实你分开吃你还是肚子疼 对吧 那肯定有人就问了 那如果说 没有传说中食物中毒的话 如果说没有传说中 这个食物相克的这说法的话 那古人的这些经验是从哪来的 就是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 对吗 甚至肯定还会有人说 不对啊 我小时候什么加什么 我一块吃了 然后我就肚子疼了 我就已经肚子疼了 所以可能你就有这样的经验 那古人的这些经验是怎么产生的 其实啊 这就是跟螃蟹和柿子那个说法 就这个例子就向我们展示了什么 人们往往缺乏对因果关系的思考和检验 把一些引起不适的饮食问题呢 就归咎成食物相克 为什么 因为要去思考这后部的东西太难了 对吧 我要想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会拉肚子 我得先回想我吃了什么 然后我还得知道每个东西的成分是什么 我还得知道这成分有没有可能变质 这个问题太难了 我不如去想一想 我今天吃了什么 就想到这为止 因为我今天吃了螃蟹和柿子 所以我拉肚子了 所以这很简单 那就把这个个案轻易上升到了普遍性的规律 这就造成了大量错误的 食物相克的忠告的产生 实际上导致古人拉肚子 可远远不是说没煮干净 什么什么 不是说这些原因 那你想想古人 以古人的卫生条件 以古人那食物处理条件 那器械条件 你说 我觉得他不吃出毛病了 他才有问题呢 对吗 我们随便说几个 食物不结 对吧 加热不彻底 食物的感染的病菌 侵入人体 造成腹泻 对吧 大肠肝菌 然后造成腹泻 对吧 比如说我们说墨鱼跟茄子 一块吃会产生祸乱 其实祸乱 祸乱跟墨鱼和茄子有关系吗 祸乱跟这没关系 祸乱 不是这个 祸乱胡菌 引起的这个急性 肠道传染病吗 他不是肠道炎症吗 对吧 祸乱是从哪来的 祸乱其实 就是从这个 经常污染的食物 就是鱼啊 虾啊 这海产品 所以墨鱼 为什么不能跟茄子一块吃啊 因为墨鱼很容易被感染啊 所以墨鱼要是被感染 他吃完了 祸乱了 然后他说这墨鱼跟茄子 为什么我多祸乱啊 因为 我昨天晚上我乱了 不是 因为我啊 跟墨鱼和茄子 我加一块吃了 还有就是什么 食用方法不得当 不是说什么食物 你都可以吃的 也不是说什么食物 咱都这个 可就吃 不行 你胡吃海藏 你早晚你也得挂 对吧 你比如说豆角 豆角这里头有大量的生物碱 昨天晚上那傻娘们 对吧 让他抄豆角 他抄两分钟 没熟啊 豆角要是没彻底煮熟 吃了以后会有什么 恶心 呕吐 腹泻 手脚发凉 头痛 对不对啊 如果处理不好 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这柿子 柿子 你如果单吃 你大量的吃 你也会得胃结石的 对吧 因为它的柔酸是有作用的 跟你的这个胃酸是会产生反应的 柔酸蛋白是会把这个果胶啊 凝椒啊 还有这个植物纤维啊 会粘到一块的 粘到一块的 它就是个结石 但是不是说你吃柿子 容易得这结石 你吃别的也容易得这结石啊 有柔酸的 可不是只有一柿子 柿子 山楂 山楂的柔酸含量 非常的高 还有什么呀 黑枣 黑枣就是柿子磕的 小柿子 柿子 山楂 黑枣 橘子 石榴 统统都有柔酸 你大量的吃 你没有节制的吃 这些水果 基本上都会造成 你胃结石 知道吧 所以形成胃石 哎 那不是说只有柿子一个问题 还有我们经常说的 乳糖不耐瘦 有人说香蕉加牛奶 吃完喝完了拉肚子 那你要这么说 那老外子别活了 老外天天香蕉加牛奶 奶昔打一块喝 对吗 然后那就别活了 那喝完就腹泻 那还为什么天天喝 还有开这店卖 这个贱呢 所以 要有人说 说橘子加牛奶 也会腹泻 这不是香蕉加牛奶的问题 这也不是橘子加牛奶的问题 这就是因为牛奶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之前在生命的算盘里 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亚洲人里头 亚洲人 这个乳糖不耐瘦的比例 非常之高 亚洲人的乳糖不耐瘦比例 高达在成年人里 高达70%到90% 这没有一个详细统计 就这70%到90%的人 你别说你喝牛奶 你稍微喝不对牛奶 有的人喝了凉牛奶 马上就拉 有的人就是喝了热牛奶 然后这牛奶稍微割了一会儿 你也会拉 为什么 因为你乳糖不耐瘦 知道吧 这乳糖不耐瘦 这是你缺少那个乳糖霉 因为你儿时 你小时候你有 但是你长大了以后 你就没有了 这个随着成年人 因为人类不需要这个奶 所以这是乳糖不耐瘦 那你也会拉肚子 那你说香蕉和牛奶 你喝完拉肚子 或者说橘子和牛奶 你喝完拉肚子 这事跟牛奶有关系吗 这事跟牛奶没有关系 这事跟你的 不是 这事跟香蕉跟橘子没关系 这事跟牛奶有关系 跟乳糖不耐瘦的关系 另外还有什么呀 肠义肌综合症 肠义肌综合症 是指的是一系列的病症 这种病症就是什么 就是腹胀 然后腹痛 然后什么排便习惯 然后什么 这一系列的病症 这就是持续反复 换句话说 你尝到的慢性病 或者说 这些器官没什么毛病 你可能神经易紧张 你就想拉 所以这些人 无论他吃什么 他都有可能有不良反应 他都可能肚子不舒服 他都可能吃吃饭 那一紧张 然后他就不行了 说您先吃的 我那边先拉着 你吃你的 我拉我的 你别在乎 然后他就拉去了 所以这样的话 也可能会认为 说这是香客 因为没毛病 我去医院检查了 我什么毛病没有 你说我没有肠炎 我没有慢性胃炎 我也没有胃溃疡 我就是 这个不舒服 我就是不舒服 我就一见着你 我就想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每次跟你在一块 我就想拉 所以你可能克我 所以他可能会简单的认为 说这就是食物相克了 我跟你见一面 食物相克 没毛病吗 对吧 还有什么呀 食物过敏 食物过敏 这个事情太高发了 因为我们中国人 不拿食物过敏当回事 我们不太在乎过敏 有的人说我吃完了海鲜 我怎么浑身痒 顶多你那朋友肯定跟你说 就你事 就你事 浇气 对 过敏在很大程度上 因为很轻微的过敏 它就不是过敏了吗 它也是过敏 多轻微的过敏 它其实也是过敏 轻微的过敏 很容易被活得糙的人认为 这是浇气 这是非常的浇气 你比如说海鲜过敏 花生过敏 鸡蛋过敏 过敏源太多了 吃了某种食物之后 突然就开始恶心 腹痛 呕吐 严重点的 起这个包 身上 身上起疙瘩 这都是典型的食物过敏的 这症状 亚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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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 乳制品 然后腰果 记住啊 腰果 腰果很多人过敏 这个 我就过敏啊 就是很多人 亚洲人 这个过敏 还有不常见的香蕉和芝麻 但是按照亚洲人的过敏源来看 这五种过敏源 鸡蛋 乳制品 腰豆 腰果 香蕉 芝麻 这五种食品是最容易引起过敏的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 只要是含有蛋白质的食物 都有可能造成过敏 那你想想造成了过敏 那会有人说想 我因为我吃了什么 所以我过敏源是什么 不知道啊 所以简单的想想吧 刚才我吃了什么 我刚才吃了香蕉和牛奶 所以我现在我不行了 我又辣 我又吐 我又浑身起疙瘩 对 你可能是对香蕉过敏 乳汤不耐受 加乳汤不耐受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食物相克 这都有可能 饮食方面原因啊 可能引起身体不适 又找不到明显的病因 太多了 这种情况 对吧 多了数不过来 所以对于脑子比较简单的人来说 那就简单的 咱就给它归类为食物相克吧 然后呢 写成了经验教训 这个家那个不能吃 那个家那个也不能吃 所以后人呢 也开始用前人的这些忠告 反正我们也不动脑子 我没万化人就是这样呢 你们前人告诉我是什么 我就是什么了 所以贯彻到底 咱们就往下流传吧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味结石了 我们就多说两句 这里还有一个小都市怪谈 叫做喝可乐至味结石 喝可乐至味结石 这个事情存不存在 咱们多说两句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结石 什么叫结石 植物性的结石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对吧 柿在山楂黑枣啊 橘子在石榴 因为里头含着柔酸 柔酸跟胃酸在一块 就会就会变成这个柔酸蛋白质啊 柔酸蛋白 柔酸蛋白再加上一些 胃脱落的这个表皮啊 食物里头的蛋白啊 再加上一些纤维啊 再加上一些什么这个那垃圾啊 什么不知道你吃了什么 很容易就会什么呀 果胶啊 就会凝结成块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叫胃食食 也就是最常见的胃食 这是一种胃食 还有一种胃食呢 叫动物性胃食 动物性胃食就是什么呀 就是你不小心 你说你家养了狗 你家养了狗 你有一天啊 你不小心 你咬了那狗一口 结果呢 你咬了好多毛 你也没吐 你就给它咽了 而且呢 你长期咬啊 你每天你早上前 你都咬你家狗一口 然后吃了好多毛 动物的毛发 你消化不了 长期 又下不去 你幽门太小 它下不去 它结成块 下不去了 然后你再跟你吃进去的 其他蛋白质 在化合 结果就成了 比较坚硬的 这叫动物性胃食 还有一种胃食 这种胃食呢 虽然不是我国常有 但是我国的发病率 要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为什么 因为我国喝一种特殊的东西 叫中药 这就是药物性的胃食 长期吃钙 啊 吃钙片的 然后呢 吃一些什么 这个炙酸剂的 还有就是喝中药的 中药 这些残渣 也很容易 你喝进去以后 在你的胃里头形成胃食 这个东西叫做药物性的胃食 还有一种最恐怖的 混合性胃食 啊 就是综合上述多种情况 嗯 兔毛球 对 综合上述多种情况 所形成的复合性胃食 这 这 这个就比较复杂了 这就叫混合性胃食 胃食啊 好多人得过 啊 挺痛苦的 炸 啊 恶心 呕吐 没吃什么东西 就吃不下东西 啊 因为站这块地儿啊 吃不下东西 恶心呕吐 食欲不振 消化不良 啊 然后呢 这个症状呢 跟这个慢性胃炎有点像 啊 去检查也很容易就查出来 医生啊 说来 小伙子啊 你碰上一个男的老大夫啊 七十多岁了 退休啊 老大夫专家啊 要小伙子啊 体格不错 来 把裤子脱了啊 躺上来 把裤子脱了 来 我看你这个小丁 不是 我看你这个小肚子啊 按一按 小肚子 一按就能按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胃食在里头 在你胃里头是 它来回移动啊 而且它挺硬的 对吧 小伙子 你挺硬的呀 哎呦 不错 体格不错 啊 硬 所以呢 这个胃食 它在你的这个胃里是来回动的 所以一摸就摸出 但是你想想 它在你胃里来回动 那它就不免得会什么 会损伤你的胃壁 会 造成你的胃壁出血 严重的会造成胃穿孔 哎 有的就进入小肠啊 什么进 就变成肠梗粗 直肠啊 拉不出来了 完了 人废了啊 所以 对 胃食的这个治疗 是很关键的 有了胃食 得赶紧去看啊 胃食的治疗呢 一般就是我们用一个方法 叫熔食 熔食啊 就是我们拿这个柠檬酸 跟这个碳酸氢钠 在胃部呢 发生反应 这样就会形成什么呀 形成碳酸和柠檬酸钠 柠檬酸钠 大家知道 高溶解度 强酸 不算强酸 不算太强 但是比起你的胃酸来 还是酸一些 所以呢 柠檬酸可以让 已经凝结的这个团块溶解 让这个胃食变软 然后再用外部的力量 去挤压这个胃食 让这个胃食变形 咔嚓裂开 然后这样你就能 从幽门就排下去了 这就是我们治疗 这个胃食的一个方法 但是我们看一看可乐 可有可乐的这个配料表上 写了水 果葡糖浆 就葡萄糖浆 白砂糖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里有二氧化碳 胶糖色 磷酸 咖啡因 食用香精 这里头的磷酸 可以跟单质磷结合 也能跟钙结合 所以它能够有效的破坏掉 结石 植物结石的这个聚合物质 所以多年以来 人类一直有一个梦想 这个梦想是什么呢 就是要是能用可乐制结石啊 那可就太好了 又不受罪 又能喝点可乐 然后这个还能把结石给治了 所以这个从2002年开始 有一位希腊的医生 他叫拉达斯 拉达斯呢 他就发了一篇论文 在这个欧洲肠胃病学和这个肝脏病学的杂志上 发了一篇文章 他说呀 这个事我试了 我用了三生可乐 找了一病人 严重未结石 我从他鼻子往里灌 灌了12个小时 然后成功了 我不光在一个人身上成功了 我成功了五例 全部获得成功 哎呀 这可是人类的一大创决 那从此这个未结石再也不用 就是唯一这个不太好的 这东西得从鼻子灌 不能从这个嘴灌 得从鼻子灌 就唯独这一点不是特别好 2009年 还有一个韩国的一个李医生 在世界肠胃病学杂志里头 他也公开了一个论文 他这么多年 他一共用了这个恩多可乐 他灌了17个人 也是一样 也是从鼻子灌进去的 灌完了以后呢 他并没有溶解这个可乐 他并没有直接溶解这个结石 他还用外部的这个方法去击碎结石 但是他的这个试验有一个创举 这其中有七例 是直接口服可乐 喝了三生可乐 胃石完全溶解的有四例 剩下的部分溶解 然后再用其他方法击碎它 然后再取出来 但是这样减轻了客人的 并不是客人 跟卖银似的 减轻了病人的痛苦 所以喝可乐也可以了 所以在这之前的一些实验里头 三生可乐可以溶解的比例 溶解这个胃结石的比例是23.5% 但是没有任何一粒未适时 也就是植物结石 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完全溶解 没有 就只有一部分啊 只能溶解这么多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 它也变小了 它变小了以后 然后再用这个胃镜的方法 再压它一下 然后就排出去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可乐溶解植物性未结石的这个机制啊 我们不明白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它能溶 对吗 这就是 就是现代医学也面临这个问题 就是说 它不是说中医面临这个问题 是现代医学也面临这个问题 为什么 就是说 我们知道这玩意能有救啊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怎么 它是怎么起的作用 这我们不知道 所以这一点上就比较奇怪了 所以呢 这玩意儿 我们现在也不能说 可乐是一个质未结石的好方法 我们只能猜 可能啊 这个 可乐的这个PS值 不是 这个PS值是2.6的这个可乐酸啊 它可能是 让胃里头啊 这个释放这个 这个更多的让化碳了啊 然后呢 这个二上化碳呢 就把这个胃石啊 就叽咕咕咕咕就顶起来了 然后顶起来以后 然后它就 它就变小了啊 它可能就是这么个原理 但是这只是猜啊 国内 中国国内也有一例啊 就是南京医科大 他们也用了这个方法 这是国内首例啊 也给这个病人 但是从鼻子里头灌进去可乐的 然后呢 这个 也成功了啊 但是也没有完全溶解 不过呢 它发现了一个风险 就是说你拿可乐 去治这节食的问题啊 可以是可以 但是呢 因为这节食 它老在这胃里来回的动 对吧 来回上下动 所以有很多的 有节食的病人 他们往往有胃溃养 胃溃养是不能喝碳酸的 知道吧 就是这个碳酸饮料 是这个胃溃养会加重病情的 会出血的 大口喝下去 或者大量喝下去 有可能会胃穿孔 所以一旦胃穿孔 那就挂了 那就得切胃了 所以 这类治疗 千万不要在家 干 你可千万千万别在家里头 这个自己说 哎呦 我这胃结石 我来口可乐了 没用 你也不会喝 你也得找医生 你也问医生怎么喝 所以呢 我们只能说 理论上 理论上啊 可乐 确实能够消除胃结石 但是 用可乐治疗胃结石的方法 只限于 某些胃结石 究竟如何起的作用 起到多大作用 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所以 你必须 你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里 尝试用可乐治疗胃结石 你一定要 在医生的监督下啊 治疗 不要自我治疗啊 自我治疗 容易这个 容易这个自闭 那么 我们说这么多啊 我们跑题了 我们还是说回这个食物相克 为什么 仍然有这么多的人 坚持食物是相克的 而且他们一定要从科学上 找出一点原因 很简单 因为不懂科学嘛 对吧 也懒得去研究科学 我们啊 长期的这个教育 让我们的养成了一个习惯 就是什么呀 我们懒得去求证 懒得去推导 我们也很难享受到 说求证和推导的 这过程中的乐趣 所以呢 对于我们来说 或者对于大部分来说 简单的答案 就是最好的 就是最后的 最快捷的 久而久之 一批人的认知能力 就只停留在 简单的好和坏 这两个面上 那么 既然大部分人 对于事物的认知 如此的简单 就只是好坏 你就告诉他好坏就行了 不用跟他说 这这么多废话 你告诉他结果 是好还是坏 这是好人还是坏人 所以 那么少数有目的的人 就有机可乘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似是而非 说科学解释 这种食物相克 主要他们会强调两方面 他们说什么 你看啊 营养会有节抗作用 顾名思义 他们认为营养啊 是会互相抵抗的 哎 比如说这个豆浆 不能跟这个鸡蛋一块吃 为什么呀 这 因为豆浆 其实好多都不能吃 为什么 因为说这个豆浆里头 有这个移蛋白霉的抑制物 它能够抑制蛋白的 这个消化 蛋白质的消化 你喝下去以后 这个降低营养价值 没有用啊 其次呢 移蛋白霉抑制物会随着 不是 其实啊 这个移蛋白的这个抑制物啊 它会随着这个豆浆的温度升高 它慢慢慢慢的就会失去活性 它不会抑制消化蛋白质这个功能 知道吧 所以你豆浆跟鸡蛋 没什么不能一块吃的 就是你一块吃就行了 所以大部分人喝的豆浆不是生豆浆 对吧 如果你要喝生豆浆 这话当我没说 你要非说 我不行 我不喝这个熟豆浆 我就得喝这个生豆浆 就得从豆腐房刚弄出来的豆浆 不煮的 没煮过的 我就得这么喝 那如果你要这么喝 那当我没说 但是绝大部分 你在市面上买到的豆浆 不管是装着盒里的冷冻豆浆 还是你在家里已经 还是你那个早餐摊给你那豆浆 那都是已经煮过的 所以你几乎也见不到这种现象 结抗数量 如果有的话 那么在食物之间产生的这个量 非常非常的轻微 损失的那一点点的那个营养啊 跟补充进来 那根本就不是一数量级 所以呢 只要你做到饮食的多样化 它也不足以影响人类的健康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第二种 有人说了 化学反应 你说这么多 你能避免化学反应吗 食物相可 如果用现代的思维去理解 对 如果你没有 对 你没有一些这个必要的基础知识的话 那么很容易就把它理解成为什么呀 就是这两种食物含有的化学物质 相遇之后发生了反应 然后产生了某种我们未知也解释不了的 影响我们人体健康的毒素 所以这就是食物相克的原理呀 比如说最简单的啊 最最常见的 维生素C和虾啊 维C和虾相克 说什么呀 会产生P霜 但是你要是想让这产生P霜啊 海产品里含有稳定的有机身 对吧 但是有人说 说这个 如果这个虾跟这维生素C弄一块的话 就会变成什么三架身 对 它会不会变 它会变 但问题是 你得吃多少虾呢 你得吃150公斤 你一顿要能吃150公斤虾 你再来点维生素 那差不多了 但实际上就你吃那点虾 我不是看不起你 你跟哪吃150公斤虾 你买得起150公斤虾吗 我知道你买得起 我知道有钱的你又帅 又钱啊 又文化 吃点150公斤虾 那你就吃啊 反正就你吃那点虾 就这点有机身啊 那微量的 你几乎啊 几个小时 你就已经代谢没了 知道吧 尿泡尿 那点身就已经出去了 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食物相克 与其说啊 你心惊胆战的 天天小心翼翼的跟那 选这个选那个 你还不如啊 多选点吃的啊 平衡一下你这个饮食啊 这才是健康之本 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要辩证的看一下 我们也不能说 一棍子把食物相克打死 食物相克 确确实实有一些 因为这是客观事实 对吧 有一些东西确实吃完当场死 你别觉得开玩笑 古籍里头 比如说 几乎每一本古籍都提到了 食物相克的 绝对不能碰的 河豚 河豚在我国的古籍里头 一共有57次记载 57次记载 说河豚吃了 肯定死 不管你怎么搭配 都是死 为什么 野生河豚里的血液 肌肉 内脏里都有毒 对吧 河豚毒我们之前在丧尸那一期里给大家讲过了 你就想想河豚这玩意儿 割现在还食不长的吃死个人呢 对吧 你割现在这食物处理工艺还经常吃死人呢 你说那古代他吃河豚 我倒不敢说百分之百死吧 我觉得就怎么吃怎么死 这个基本上差不多 对吧 就是基本上没跑 就只要你吃 所以你这河豚搭配什么不重要 你搭配什么都是死 哎 另外呢 还有什么呀 比如这个 鳖和这县菜 王八肉跟这县菜不能同时 不能同时 还有一个衍生的版本 就是什么呀 新生的这个决菜 跟甲鱼的那个脚掌 跟那个王八那个脚掌 有一些相似之处 所以古代的时候就把这个决菜啊 称为鳖 就管它叫鳖 所以你看 现在啊 同样也不能跟它一块吃 否则会什么 生小鳖 哎 也会生出这个小鳖来 现在啊 不能配决菜 两个菜炒一块也会生小鳖 但是现在研究 决菜确确实实 你不应该吃 为什么 因为它致癌啊 对吗 古书上说的 说这什么小鳖呀 什么威甲呀 很大一部分 实际上就是肿瘤 对吗 也算是歪打正着了 就是现在印证了说 决菜确实是致癌 你吃完了 确实会长小鳖 会确实会小鳖毒 确实会长威甲 会长那个肿瘤 所以歪打正着 你要长期吃这玩意 但是这跟食物搭不搭配 没关系 这你吃决菜就容易出这问题 对吧 最后 这个金贵药猎里头 还说什么呀 韭菜和白酒 不能一块喝 不能一块吃 为什么呀 吃完了以后 神昏 木案 这个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的证据 但是呢 我们也能想象到 你想韭菜吃多了 一身酒气 酒和酒是同音的 效力就加倍了 所以你也不应该多吃 但实际上 甭管是韭菜还是酒 这俩哪个你吃多了 都够要命 这个酒不用多说了 酒喝多了 重则当场挂掉 轻则蒙圈两天 对吧 韭菜你吃多了 没有人跟你说话 你喝完了酒 你就想找人说车轱鲁话 别人都躲着你 因为你太臭了 对吧 所以韭菜应该也不能跟酒一块喝 所以这个不管怎么说 反正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所以啊 可见 古人对于食物相克 他即便是有道理 那么他的这个道理 也是因为什么呀 卫生条件 食品加工工艺 食材丰富程度 所限制了 对吗 那么作为一个生活在9102年的你 你还要固执的相信 然后还要固执的宣扬这些 那除非你能从这些人身上挣着钱 啊 否则你要不是坏 那就真是蠢了 最后呢 记得啊 给你一句忠告 人生苦短 吃个好的 日个骚的 我们今天这个直播啊 在斗鱼上出了一些问题 啊 斗鱼呢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直播是关于这个 因为这个科普是关于这个 我不知道 他他给我归类了一个医疗啊 他说他说你这个跟医疗相关 嗯 随便吧 啊 就反正这个斗鱼就把我们这直播间关了 现在扣了两分啊 但是我待会肯定给他申诉回来啊 这个放一万个心 所以 这个出点小问题 中间停了一段啊 但是 还是顺利的播完了 最后我们是在YouTube上播完的 那么不管你在哪个平台听回播啊 记得点赞啊 记得留言 嗯 太不容易了 能播完太不容易了 所以我们把时间 后边的时间 留给YouTube的 这个弹幕 哎不是不叫弹幕啊 YouTube的这个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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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言